自瘡是肝門的軟組織和靜脈 異常充血,所以引起膨大,形成痔瘡 痔瘡的成因,很多時跟飲食有關 尤其是都市人很忙 又沒有吃生果蔬菜,喝得很少水 大便不太暢通,所以經常用力露大便 久而久之,便會出了痔瘡 其實有一條痔瘡線的標説 這條標説是分開了直腸外面和內面 如果患者本人未必看到 但他可以感覺到痔瘡會否痛 如果是內痔的話,多數只是流血或突出 未必會痛,但外痔可能伴隨有痛覺的感覺 但外痔亦有機會流血或突出 至於葉混合痔,內痔和外痔的成分都有 痔瘡醫學界上會界定為一至四級 如果大家理解方面,可以理解為加細碼、細碼、中碼和大碼痔瘡 第一級的痔瘡是無法突出,只會流血 如果到第四級,即是大碼痔瘡,便會突出 甚至用手都推不進去 便為之第四級 用不同程度痔瘡都有不同相應的治療方法 醫生會做臨床評估和檢查 例如一些比較細碼的痔瘡 我們最簡單用長筋結紮的方法 結紮了內痔便可以解決到 原理就是用一些特製長筋圈結紮了痔瘡 令痔瘡沒有血,便會自己脫落 好處是不需要去手術室、門診或內規鏡中心都可以進行 至於嚴重的病人,他們需要做切除手術時 有兩種手術 一種是傳統切除手術,另一種是痔瘡腔的手術 兩種都需要去手術室進行 傳統痔瘡切除手術,便會直接把環處的痔瘡切走 繼而痔瘡腫會在痔瘡腺外面肝門的地方 非常敏感、很容易腫痛 復原時間便會比較長 但亦是直接切除了環處 會看到效果比較持久 痔瘡腔並不是直接把環處的痔瘡切除 而是像拉麵皮手術一樣 將痔瘡對上環狀的痔瘡膜切走 會減輕病人的病症、流血等 好處是傷口不是在外面 所以在痔瘡腺對上的地方便不太痛 相對傳統切除方法 因為傷口在痔瘡腺底下 有很多神經線、傷口會比較痛 痔瘡腫瘡腫會比較慢 但不是每種痔瘡都適合兩種切除方法 所以醫生需要評估痔瘡型態 繼而幫病人選擇最適合的方法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